嗨,你們好,我好像其實我五年前住在大戶,是中國,所以我今天的,可以說今天的主題是中國的感覺,OK,所以我今天會解釋你在中國的時候怎麼買衣服,怎麼買好帥的衣服,然後怎麼買一些特別的食物。 所以我們會在買東西的方面開始,我很喜歡這個,這個牌子會代表他們那些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感覺是什麼,就是,You guess, my shop is the cheapest,為什麼呢,就是他們知道外國人有很多的錢,而且他們知道外國人去大陸的時候,他們非買衣服不可, 所以他們知道我們真的想要買很多的東西。所以呢,我們可以在,其實在食物的方面開始,可以問大家知道這隻是什麼? 是狗嗎? 是狗 狗 狗 對,你們看這隻狗的時候有什麼樣的感覺? 要哭 要哭嗎? 要吃,要吃 對,這些感覺 對,這些感覺,其實我第一次看到一隻狗的時候,在大陸的狗的時候,我也想要哭,想要又哭,又哭的感覺。 然後你們可以看,在那邊有很多的肌肉,很好吃的肌肉。他們好像還沒有煮好了。但是我覺得她是最帥的。 其實有一個故事,我以前住在中國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阿姨,我們會叫她阿姨,她是一個家的服務員,可以幫我們打掃之類的。 然後,她有一次跟我爸媽說,Hey,Missie,Missie,你知道嗎?秋千來了,所以我會去那個夜市買一隻狗,我為你們煮飯。我媽媽說,Oh,不用吧,不用吧。 她說,沒有沒有,在秋千,必須吃一隻狗。為什麼?是健康的。 可以問你們覺得這隻狗是健康的嗎?看不出來。可以跟你們見證,是健康的。OK,可以繼續。 哦,是一隻狗。對,他噁心,對不對。但是對牠們來講,是非常地道的。所以我們不要跟牠們爭論,這是牠們的文化。 所以,下一個方面呢,很帥的衣服。你們可以看,在中國,牠們不是像美國一樣,就是牠們有很多不同的夜市。 然後,在夜市裡面,你們可以找任何的東西。比如說,看這麼多的鞋子。大部分的鞋子都應該不是合法的鞋子。比如說,有一次我在買鞋子的時候,我買一雙鞋子。 然後,在裡面,在那個tab的部分說,地道的。說,Authentic。但是,是Jordan的鞋子。Air Jordan的鞋子。 這代表說,應該不是地道的。就是牠們自己創造的。原來是牠的兒子。自己創造了。OK。 然後,我們去那邊,你們可以殺架。誰有曾經殺架過?跟中國人殺架過? 陳老師,你殺架的時候有什麼感覺?很好玩。很好玩,為什麼? 因為牠們穿得很可愛。我以前住中國的時候,也是我最喜歡的愛好。為什麼呢? 就是牠們一看到你的時候,一看到你。牠們看到你的時候,你就是牠們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在心裡,我真的不知道,你給牠們要我的錢。所以你來的時候,牠們會說, Hey! Mr. Mr. 過來! Come here! 他們會抓你的衣服,跑向你。對,真的是最有一個人。 然後,你可以去那邊,然後可以跑來跑去,還是走來走去。可以看很多的衣服。 如果牠們,如果牠們不會給你一個很好的價錢,你可以去下一個商店。然後,你們可以跟牠們殺架。 所以,我要給你們看我最喜歡的商店。是在深圳,在中國的深圳。 我看我最喜歡的一人。在深圳,可以在這裡。 這就是有年輕人。 這是很多市場。 因為這是不一樣的,會失敗不一樣的事情。 在那邊是電視,那邊是電視,那邊是電視,然後最喜歡的就是電視。 他們是有力量的人,有權力的人。 為什麼呢?就是中國的政府有時候是偶爾會決定,好,這是不合法的,每一個東西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們會突然說,我們應該要去追他們吧。 所以偶爾你在那邊的時候警察會開始跑,然後把他們的東西放在他們的行李,然後他們會開始跑。 就像一個非丟的CMP一樣,就是說不從於走路,就是都在跑,跑來跑去,超級誇張。 然後所有的外國人都是像這樣子,一直在嚇,然後警察他們都在追每一個人。 然後有問題嗎? 對,真的很好笑。所以每當我去那邊的時候,我一直在希望他們會追,他們會追那些人。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城樓,然後你們可以買很多的東西。 可以買牛仔褲、T恤衫什麼的都可以買。 好,是我親愛的媽媽,她在那邊,他們開始做的遊戲。 所以大家,有時候他們,因為他們一直在跟外國人殺假,所以他們很累。 然後有時候他們都在睡覺。 我們在家裡有很多這樣子的照片,有很多人在睡覺。 然後你可以看,其實我們住大陸的時候,我的媽媽最喜歡的愛好就是買東西。 我回家的時候,她不在。 隔天回家的時候,她也不在。 然後兩年都沒有看到我的媽媽。 有看到她,但是她不太誇張。 OK,最後的。 有時候在那邊,你們會看到人在打架。 是,你看過嗎? 這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因為他們真的很誇張。 有一次,我去買牛仔褲的時候,有兩個老闆開始吵架。 然後吵架導致他們開始打架。 是,兩個人比一個人。 他們開始做很誇張的東西。 然後大家一直在看他們。 他們不會說,不行,不行。 他們會這樣。 所以,我要包括這個部分。 是我的資料。 好。 好。